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跟大家来做斯福兰清单 因为每年的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 斯福兰都要开始打折了嘛 而且好多人都已经在开始催我出清单了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来拍个清单 今年11月份的这个斯福兰的打折折扣 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有点吃惊 因为今年的VIB入之一就还是8折嘛 但是VIB是85折 Beauty Insider是9折 这个折扣通常都是他们家4月份 或者是8月份折扣的时候才会是这样的一个力度 往年年中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挺大的 不知道今年为什么 真的其实挺让人吃惊的 毕竟是现在各大电商之间的一个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福兰今年年中才给这么点折扣 那今年呢依旧是VIB入之先开始打折 就是从11月1号开始 一直到11月11号都是可以享受8折的 下单的次数呢也是没有限制的 VIB和BI呢都是从11月7号开始 然后到11月11号结束 刚才我也说了嘛 VIB入之是8折 VIB是85折 BI是9折 那这就是斯福兰的一个打折的时间和它的一个折扣力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说一下这个清单 那这个视频呢依旧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斯福兰它比较值得入的一些套组套装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些彩妆品 护肤品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清单 因为我之前的清单里边已经推荐了非常非常多了 那我又不想在我每一个清单里边都重复的去介绍一些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之前推荐过的一些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彩妆 我这个视频里面可能并不会拿出来说 可能会说一些我最近发现的比较好用 或者我之前没怎么推荐过的一些彩妆护肤品 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我的这个购物车里边有什么 好了那我就赶紧开始吧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斯福兰今年比较值得入的一些套装套装 今年年中呢斯福兰的折扣虽然说并不是很给力 但是它今年出的套装套组真的是太多了 就是眼花缭乱 大概从九月底的时候 他们家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各式各样的套装 所以说套装套组这个部分 我觉得会占这个视频很大一个比例 那套装套组这个部分呢 我会先按照品牌来讲 然后再分单个的这样的一些套组来说 那第一个呢就是Sephora Ferris 那他们家自己出的套组呢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就觉得有这么三四个比较不错吧 一个是两个Q箱的套组 都是75美金 8折后是60美金 一个是价值147美金 里边有9个Q箱和一张正装的香水兑换黑卡 另一个呢是价值128美金 里边呢有6个Q箱和一张正装香水的兑换黑卡 那这个香水兑换黑卡呢 就是可以兑换这一个套组里边的任意一个Q箱的正装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Q箱爱好者 或者是你看的这两个套组里边 有一款Q箱是你正好想要入它正装的 那我觉得Q箱的套组你可以考虑入手 那第二个呢是Skin Wonderland 那这个呢是64美金 8折后是51.2美金 价值181美金 这个套组里面全部都是一些豪华小样 或者中样什么的 价值我觉得虽然是181美金 但是没太有什么意义 这一套我之所以想推荐 是因为里边有一些产品是比较热门的 是一些明星产品 那这个套组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如果你没有找到的 就是合适自己的护肤品呀 或者是想尝试一下这些明星产品的人 那这个套组里边有蓝蔻的小黑瓶精华 Lamere的Soft Cream Farmacy的卸妆膏 还有Sunny Rally家的好精精华 我觉得折后50多美金 能尝试一下这些其实也挺不错的 好再接下来一个套组呢是 So Good to Tokyo 这个套组是40美金 8折后是32美金 价值124美金 那这里边的产品呢都是日韩的护肤品 里边有自生糖的红腰的精华呀 SK2的神仙水呀 还有爱莫利的洁面呀 蓝织的唇膜还有像Believe都有 它每年都会出这么一个 日韩护肤品的一个套装 其实里边含的东西 每年都大差不差的 就都那么些东西 但是价格我觉得也不贵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斯芙兰 它自家出的一些套组 我觉得还不错的 出的是不是有点快 大家能跟上我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把套组分成护肤类和彩妆类 我先说护肤类吧 护肤类还是先按照品牌来讲 第一个呢是Drunk Aliphant Drunk Aliphant好像前不久 被斯芳糖收购了吧 好像那个新闻弄得还挺大的 嗯 题外话 那Drunk Aliphant呢 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彩妆 我先说个贵的吧 就是他们家这个全家服套装 450美金 八折后呢是360美金 价值646美金 套组里边呢包含了 他们家10个最畅销的正装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 长得像小冰箱式来存放他们 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 他们家的产品的话 或者他们家的脑残粉 可以试一下这个套组 但这个套组我看了一下 我发现里面竟然没有 我最喜欢的拉拉面霜 我其实挺疑惑的 我觉得拉拉面霜 应该是很畅销的产品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套组里面没有拉拉面霜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家这个 呃一个全家服务 非常贵的一个套组 那他们家还出了 日间套组和晚间套组 先来说日间套组吧 那日间套组呢是88美金 八折后是70.4美金 价值124美金 里面有5个产品 一个30毫升的日间VC精华 那这个精华呢是一个正装 这个精华就已经价值80美金了 让这个套组是88美金嘛 就其实相当于是 这个套组里面别的东西都是送的 那剩下的呢都是一些中样 里面有古铜精华 保湿精华 日霜还有一个物理防晒 我觉得这一套呢是很适合 你本身就想买 或者是你本身就很喜欢 这个日间VC精华的 所以就可以入这一套 就相当于买了一个正装精华 又尝试了别的产品 那他们家的一个晚装套组呢 是98美金 八折后是78.4美金 晚间精华呢也是一个正装 它价值是90美金 也相当于这个套组里面 别的东西都是送的 那剩下呢也都是中样 有拉拉面霜 有洁面 然后有眼霜有面油 我觉得这一套跟那个日间精华一样 就是如果你本身很喜欢 这个晚间精华 你想买这个晚间精华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买这一套 那他们家还出了一个套组 这个套组呢是 他们家的日间套组 是一个价格都是88美金 然后八折后是70.4美金 也是价值124美金 里面有5个产品 有一个正装的幻腹面膜 这个面膜也是一个正装 价值80美金 其实跟日间套组 晚间套组都是一个概念了 那剩下的呢也都是中样 有眼霜面霜 拉拉面霜和截面 那这套里面含有东西呢 跟它的那个晚间套组 正装不一样 中样里边呢是除了眼霜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这个幻腹面膜的话 也可以考虑入一下这个套组 那这是Drunk Alephan 那接下来是第二个品牌Tacha Tacha也是一个出套组的 算是一个大户吧 反正每年基本上年底的时候 他们家都会出一些套组 那今年呢 他们跟Drunk Alephan一样 也出了全家服的套组 呵呵 这个套组拍完视频就下架了 那Tacha家呢 还针对混油皮油皮出了一个套组 混干皮干皮出了一个套组 那针对混油皮油皮这个套组呢 是74美金 8折后是59.2美金 价值103美金 里边有一个正装的water cream 有一个洁面的中央 和一个保湿喷污的中央 那这个water cream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我以前是一个混油皮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喜欢 夏天用呢 就是非常的清爽 但是又足够保湿 那我现在是一个中性体 但加上现在换季呢 我皮肤其实有一点点干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 它单擦可能对于我来讲 现在的保湿力度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够 但是如果混合着面油 一起来使用的话 它的保湿力就完全没问题了 而且吸收也很快 完全不粘腻 我觉得这一套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那他们家针对 我干皮和干皮的那个套组呢 是65美金 8折后是52美金 价值105美金 里面有一个正装的保湿喷雾 一个面霜的中样 一个妆前的中样 还有一个面膜中样 那这个保湿喷雾呢 我也有 就是在我是混油皮的时候啊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喷雾 我还在我的一期视频里面吐槽过它 但是我变成中性皮之后 它就成了我的真爱 特别是比如说像换季啊 或者我皮肤状态 不是很好的时候 皮肤会干燥的时候 拿出来喷一喷 就脸部一下就觉得得到舒缓了 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真的不同肤质之间 对于同一个产品的一个使用感 会相差特别特别的大 混干皮和干皮的话 这个套组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再接下来 是他们家的一个bestseller套组 里面都是中样 这个套组呢 是60美金 8折后是48美金 价值77美金 这里面的中样呢 有妆前 紫色的保湿喷雾 有个water cream 还有个深层的截面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用过 他们家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他们家这些明星产品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套组 那再接下来 这个套组呢 是跟他的这个bestseller套组 差不多一个概念的一个套组吧 是90美金 8折后是72美金 价值117美金 里面呢 是有6个产品 然后也都是中样 有节岩油 节岩粉 精华水 美白精华 面膜和保湿喷雾 刚刚我也说了嘛 这个套组是跟 刚才那个bestseller套组 有一个差不多的概念吧 不过是里面的产品 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他们家产品的话 这两个套组 你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 头牌了 这真的就是 先不说他家套组 内容怎么样吧 他家每年这个套组啊 长得都挺像礼盒的 所以拿来送人啊 或者自己用 其实都挺不错的 现在给大家贴个图 大家看一下 Fresh今年出了多少套组 真的是眼花缭乱 我就概括了说吧 如果你喜欢 他们家的护唇膏系列的话 他们家今年一共是 出了大概有6个 这样大大小小的套组吧 包括有两只的套组啊 三只的套组啊 还有什么六只的套组啊 有一堆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啊 便宜的贵的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两个玫瑰系列的套组 那这样玫瑰系列的套组呢 我觉得都还不错 用一个呢 里面的面霜和保湿水 都是正装 64美金 8折后是51.2美金 价值94美金 还有个洁面和面膜的中样 那另一个玫瑰套组呢 里面四个产品 除了唇膏是中样 其他三个全部都是正装 一个面霜 一个保湿水 还有一个两部曲的睡眠面膜 98美金 8折后是78.4美金 价值127美金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划算了 那他们家还出了 一个红茶套组 那里面呢 是有一个正装的红茶眼霜 一个红茶面膜的小样 一个红茶精华水中样 还有一个红茶紧质面霜的 豪华中样 119美金 8折后是95.2美金 价值174美金 这个套组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想尝试这个红茶系列的人 毕竟这个系列 其实单买还都挺贵的 那他们家套组呢 还有一个Lotus系列的套组 里面有一个正装的日霜 一个面膜小样 和一个晚霜的小样 54美金 8折后是43.2美金 价值77美金 那还有一个面膜的中样套组 里面没有正装 有三个面膜 和一个面部磨砂膏 是75美金 8折后是60美金 价值110美金 这个我觉得你对他们家面膜 比较感兴趣的话 想尝试可以试一下 那第四个品牌呢 是Biosense Biosense呢 今年他们家一共有6个套组 其中我觉得有4个还不错 那第一个呢 是一个畅销产品的一个套组 58美金 8折后是46.4美金 价值114美金 里面呢 有5个产品 都是中样和小样 但都是他们家卖的 比较火的产品 而且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里面 全部都含有角杀锡这个成分 还是一个主要成分 所以他们家的 所有的护肤品呢 都是有这样修护皮肤 就是对皮肤有一个 天然的屏障 一个保护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这个套组里面呢 有眼霜精华 面霜VC面油 我对Biosense这个品牌 其实很有好感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 他们家产品的话 这个套组还不错 那第二个套组呢 是58美金 8折后是46.4美金 价值97美金 里面呢 有一个正装的修护面霜 一个VC面油的小样 和一个眼霜小样 它这个面霜呢 本身就是58美金 所以其实相当于 它的那个面油小样 和眼霜小样 是赠送的 所以你本身 如果就想买 这个修护面霜的正装的话 可以直接买这个套组 那第三个套组呢 是72美金 8折后呢 是57.6美金 价值93美金 里面有一个限量版的 正装VC面油 一个VC面膜的小样 和一个唇高的小样 那这个面油本身 正装也是72美金 所以也是相当于 它的那个VC面膜的小样 和唇高小样是赠送的 它这个VC面油 我之前用过 我很喜欢 上脸也是很好吸收的 但我一直是有在用 他们家那个 纯绞杀系的面油 那种面油 我大概就剩一个底儿了吧 我可能最近我就要用完了 我有点打算 就是之后 想换到这个 就用这个VC面油 因为这个VC面油里面 也是含有绞杀系那个成分的 现在还在犹豫 就是之后是 接着用它在那个 绞杀系面油 还是换到这个VC面油 那第四个套组呢 是138美金 8折后是110.4美金 价值184美金 这个套组呢 虽然它有一点贵 但是这个套组里面 含有的三个产品 全部都是正装 一个VC面油 一个修复面霜 还有一个眼霜 这个套组我觉得就 非常适合 你本身就很喜欢他们家 或者是你就想 回购他们家的这个 这几个产品的正装的话 我觉得就 这个套组真的就 非常非常划算了 好 这是Biosense 那接下来第五个品牌呢 是自生堂 那自生堂呢 他们家有两个套装 我觉得还不错 一个是防晒套组 那里边的小白瓶 防晒呢 是一个正装 那这一个整个套组呢 是35美金 8折后是28美金 价值68美金 相当于你买了这个小白瓶 送了红腰子精华中样 和一个面霜中样 这个套组啊 我觉得是买来同货比较好 其实它每年 都会有这样一个套组 但是这个套组 就是打折的时候 抢的人还是挺多的 虽然说冬天也需要防晒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白瓶的防晒啊 是更适合夏天来用 护肤品啊 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囤货 但是防晒我觉得囤货还是可以的 因为防晒这个东西 用的真是挺快的 所以说这是这个防晒套组 那第二个套组呢 是他们家这个红腰子套组 里面有一个30毫升的 正装红腰子精华 那它整个套组的价格呢 就是它的这个 红腰子精华的一个价格 是70美金 8折后是56美金 价值111美金 那呢于买了一个30毫升的 红腰子精华 送了小白瓶 防晒小样 眼霜小样 和眼部精华小样 红腰子精华 其实我从怀孕中后期开始吧 所以我就不怎么用了 但是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用 我也在我的什么年度爱用啊 还有一些平常的爱用品啊 什么的 我也有推荐过红腰子精华 就是它是一个初抗老精华吧 然后上脸以后呢 也是非常清爽的 也很好吸收 使用感是很好的 用完了以后呢 脸也会觉得 是有一点嫩嫩滑滑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一点点补水的效果吧 看老的效果 其实我们也太有看出来 但是它使用起来 真的还是挺舒服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红腰子精华套组 那这以上呢 就是按照品牌来的一些套组 然后接下来呢 是单个的护肤套组 第一个呢 是Lamere出了一个套组 是160美金 八周后128美金 价值215美金 都是中小样 里边有一个Treatment Lotion 一个精华 一个眼部精华 还有他们家的经典面霜 附带了一个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一个化妆包 我个人感觉 这个套组还是挺划算的 当然其实Lamere在 Name Marcus Lumindales 还有North Strong Sax Fifth Avenue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套组 可以选择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Lamere 套组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对比一下 考虑一下再下手 那第二个呢 是Summer Fridays家出了一个 他们家的三款面膜的 一个套组 64美金 八周后51.2美金 价值90美金 这个套组里边的 Jet Lag的那个面膜 是正装 剩下的两支呢 全部都是这样豪华中央 他们家这三款面膜呢 我都有 我也都用过 蓝色的那款是补水嫩敷 黄色的那款是去角质 红色的那个就是亮敷吧 就是增强自己皮肤的 一个光泽度 其实也有一点点 保湿的功效 他们家这三款面膜啊 我觉得用起来啊 并不是那种 非常非常惊艳的效果 并不是用完了以后 就哇 好好用啊 就没有那样的效果 但是用完了以后 皮肤是有这样 好转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我觉得如果你对 他们家这三款面膜 比较感兴趣的话 这个套组可以试一下 不用像我这样去买 他们家的三个正装面膜了 他们家这三款面膜 好像是今年四月份买的吧 我觉得早知道 他们今年年底会出这个套组 我就在等它半年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蓝芝的补水套组 里边有一个睡眠面膜的正装 还有一个面霜的小样 唇膜的小样 和一个保湿水的中样 是39美金 80后31.2美金 价值51美金 他们家这个睡眠面膜 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也推荐过非常非常多次 每次用完以后 第二天那个脸 非常非常的嫩滑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皮肤状态变好了 这个睡眠面膜 我觉得拿来补水效果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主要就是免洗 敷起来就是很方便 非常适合 你想敷面膜 但是又懒得洗面膜的时候 好 接下来呢 是Christop Robin 也出了一个套组 这个套组呢 是59美金 80后47.2美金 价值76美金 这里面呢 是有一个正装的洗发海盐 一个深层清洁洗发水 还有一个护发素的中样 这个洗发海盐 算是我糟糠期了吧 就无限回购 非常非常适合油头皮的 洗完头发以后 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清爽 而且头发也会很蓬松 控油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这个套组里边呢 不是有一个护发素的中样吗 我看这个护发素的一个描述呢 是可以在滋润头发的同时 又不让头发变塌 我觉得它说的这点 就挺吸引人的 而且它是一个中样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再回购 就比较划算 接下来呢 是IGK的一个干发喷雾套组 这个套组真的是 一直都存在吧 但我觉得这个套组 其实挺不错的 那里面呢 是一个正装 这个套组呢 是27美金 8折后是21.6美金 价值41美金 这个干发喷雾 我也推荐过很多次 然后这次这个套组 我也是会买来囤货 好最后一个 关于护肤的套组呢 是AID Cosmetics 家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护肤套组 是49美金 8折后是39.2美金 价值114美金 里边有一个正装的primer 和一个正装的唇膏 还有TravelSize的眼霜面霜 和洁面 那他们家这个套组里边的 那个正装primer 和正装的唇膏 这两个加起来 价格就已经是63美金 就已经超过 它这个护肤套组的原价了 所以说 其实单看 这两个正装的话 我觉得这个套组 就已经挺划算了 其他中央呢 就完全相当于是送的 对他们家护肤线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 关注一下这个套组 这是护肤的套组 我终于说吧 我们接下来说彩妆套组 然后彩妆套组 关于彩妆部分呢 今年的口红套组 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就带着大家过一遍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吧 那第一个呢 是Georgia Marley家 出了一个mini size 小胖丁 小胖丁唇釉釉 里边呢是有三只 有202400和5143个色号 就是一个裸色 一个眉红色 一个红色 这个套组呢 是45美金 8折后是36美金 价值78美金 其实这个价格 8折完相当于 是用一只正装小胖丁的钱 买了三个色号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第二个呢 是Buy也出了一套 mini size的口红套组 有四只 是裸色 眉红一发色 和红色吧 都有 21美金 8折后是16.8美金 价值32美金 他们家口红 反正就是成分非常好 孕妇都可以用嘛 质地也是挺滋润的 所以我觉得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研究一下色号 然后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买 第三个呢 是G番新的一个口红套组 里面是有四只 LaRouche的小羊皮口红 色号呢 是110 304 307和333 卖50美金 8折后40美金 价值63美金 我看这个试色啊 其实感觉都还挺不错的 裸色啊 橘色系 红色系里面是都有的 那第二呢 也出了一个口红套组 里面也是有四只 那里面的色号呢 是有999 Dotchy White 772和434 这四个颜色 我看它这个试色图 我觉得都好好看啊 然后这个套组呢 是卖50美金 8折后是40美金 嗯 没有 没有价值 然后再接下来呢 10 October也出了一个 mini size的口红套组 是他们家这个 Hot Lips 2的一个 小套组 是25美金 8折后是20美金 价值43美金 里面的色号呢 有Amazing Amal JK Magic 和Viva Lavagara 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试色 我有出过专门的视频 就是他们家这个系列 Hot Lips 2的所有的色号 其实我都有 那个视频里面 我就推荐了 Amazing Amal 和Viva Lavagara 这两个颜色 Viva Lavagara呢 这个颜色是一个 非常温柔的一个姨妈色 Amazing Amal呢 就是一个比较 妩媚的一个美虎色吧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真的都不错 那里面呢 除了这两个颜色 还有那个JK Magic 我管那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套组里边 带有这样的一个经典色 其实买来知境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单看这三个色号里边 那两个颜色 就是还都是挺不错 挺适合我们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套组 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是口红的套组 然后我们再来说 其他的一些 关于彩妆的一个套装吧 然后第一个是 Beauty Blender的一个套组 Beauty Blender 其实每年都会出一些 关于美妆蛋的一个套组 那这个美妆蛋的一个套组呢 是里面有四颗美妆蛋 和四块清洁皂 是65美金 八折后是52美金 价值112美金 如果喜欢他们家美妆蛋的话 可以考虑入手 然后第二个呢 是Urban Decay家出了一个 All Nighter的定妆喷雾套组 原始有两个正妆的定妆喷雾 是42美金 八折后是33.6美金 价值66美金 这个喷雾真的是 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 那我自己用下来 是没有什么很大的 很特别的 就是很惊艳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喷雾的话 那你想在打折期间 回购这个喷雾的话 我觉得这个套组 其实比较适合 然后接下来呢 是关于眉毛的套组 眉毛套组呢 一共有两个品牌 那第一个呢 是Anastasia家出了三个 关于眉部的这样一个套组吧 分别是眉胶套组 眉粉套组和眉笔套组 都是卖30美金 80后24美金 但是他们的那个value 就是价值不太一样 那眉胶的套组里边呢 是有一个正装眉胶 一支正装染眉膏 还有一支眉刷 这个眉刷的型号是12号 价值57美金 有5个色号可选 然后眉粉套组里面呢 是有一个正装的双色眉粉 一个mini size的眉毛定型胶 然后也有一支眉刷 这个眉刷的型号是7B 然后这套的价值呢 是52美金 也有5个色号可选 那眉笔的套组呢 里面是有一支正装的 细笔心眉笔 一支mini size的染眉膏 和一支mini size的眉毛定型胶 价值是43美金 也是有5个色号可选 Anastasia家的一些眉部产品 都挺好用的 我没有用过他们家的眉粉 都很好用 然后他们家的眉部产品 都是很火的产品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买 他们家的眉部产品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几个套组 然后接下来就是出眉笔套组的大货 也就是benefit 他们家今年其实没有出 很多新的套组 最新的一个套组呢 是一个眉部的全家服 59美金 8折后呢是47.2美金 价值144美金 里面一共有6件产品 这6件产品全部都是正装 有染眉膏 细笔心眉笔 砍刀眉笔 眉胶 眉毛定型胶 和一个眉毛的highlight 然后这个套盒呢 也长得也是挺萌的 是一个魔术帽的样子 这一套呢 其实单看它的价格 包括它里面含有这些东西啊 真的是很划算的 但是就看你需不需要了 那他们家除了这个套组以外的 其他的眉笔套组呢 都是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不是新出的 比如说像是那个 两只细笔心的眉笔的套组 里面是一只正装 和一只travel size 24美金 8折后是19.2美金 还有正装细笔心 和正装砍刀眉笔的一个套组 这个套组我上次斯富兰 就是它8月份打的那个八折的时候 那个套组我又买过 32美金 8折后是25.6美金 还有一个正装砍刀眉笔 正装染眉高 和mini size的细笔心眉笔套组 是36美金 8折后是28.8美金 这些套组其实都挺不错的 就是单看个人需要的吧 就是针对自己喜欢的 然后去买针对的一些套组 我的天 套组我终于说完了 其实斯富兰上面的套组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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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套组我都没有说到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搜一下 看一下 说不定也有些我漏掉 但是也很超值很不错的套装 好 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些 护肤品和彩妆品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觉到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妆容 跟我刚才第一部分的妆容 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支视频我是分两天录的嘛 因为之前拍第一部分 那个套装太多了 所以说我说完以后 我嗓子就哑掉 就是嗓子疼到说不出话来 所以我就隔了一天 然后把后面这一部分 给大家录一下 妆容可能会稍微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是我用到的产品 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护肤品和彩妆品 那护肤品呢 其实在上一个部分 在说套装里的时候 我基本上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哪一些产品是比较喜欢的 像Biosense那个面油啊 Chacha的Water Cream 和它的那个紫色的喷雾啊 还有Drunkalif的那个 拉拉面霜啊 这些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在上个部分里 我基本上穿插着 也跟大家说了 我对它们的一些使用感 接下来我就来说彩妆品 那我这个视频里面 提到的所有的别的视频呢 我都会把它们 做成一个这样的视频列表 然后在旁边 大家就不用去翻我的主页去找了 可以从那个列表里面 直接点开看 这样会更方便一点 那我依旧还是按照 商业步骤这个顺序来说 第一个呢是粉底 粉底呢我想说的是这两个 一个是Shell Tilbury的 这个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 跟Shell Tilbury这个粉底呢 我之前有出过测评 它的妆效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粉底它其实很控油 在上脸呢 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雾面的妆感 而是有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大家就可以看我之前那个测评 就是它那个光泽感 不管是在灯光下 还是在自然光下 那个光泽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它上脸以后呢 虽然说有高遮瑕 但是它完全不会有 很厚重很假面的感觉 然后也完全不会有负担感 遮盖毛孔能力也非常非常的棒 我今天脸上的粉底呢 就是用的这一款 我脸上上了高光嘛 但是大家看我额头的这个地方 我即便是压了散粉 都遮不住它这种 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光泽感 所以这个粉底也真的是 它这个妆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的遮盖度呢 是那种高遮瑕遮盖度 它很适合一个瑕疵皮 然后这个的用量非常非常的深 我大概用半泵到三分之二泵吧 就可以用整脸 这个呢 上妆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氧化的情况 你刚上妆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白 然后你大概上完妆以后 等五分钟 它会变得更自然 然后稍微的暗一些 然后就跟你的皮肤贴合的更好 这个是官网有说明的 但是五分钟之后 就不会再氧化暗沉了 再一个就是Anna Sasha的这个Luminous Foundation 它跟这个Selva Tubery相比较来讲呢 这个再稍微的水润一点 然后上脸以后的遮盖度呢 稍微的弱一点 但是它遮盖度依旧不错 就是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遮盖度吧 用量稍微少一点 然后轻薄一点上的话呢 它会达到一个中等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遮盖力 那虽然说它比Selva Tubery 这个再稍微水润一点 但是两个都是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太大流动性的分泌液 这个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瑕疵 没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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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话 你可以用这款 就这个我觉得基本上 大多数的皮肤都是可以用的一款分泌液 这个遮盖毛孔效果呢 也不错 但是我就个人觉得 没有Selva Tubery这款遮得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呢 它更水润一点 所以说对于像混干皮呀 混合皮这一类的 可能会比Selva Tubery这款更适合一点 两个的持妆效果都非常好 Anastasia这款呢 我的色号是140N 那我之前包括在视频里面 用它的时候都是属于那种 夏天我晒黑了一些嘛 在我的皮肤呢 它其实还是稍微的黄一点点 所以说它是以N结尾的 N就是代表neutral嘛 就不是说那种warm tone或者couture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这个neutral 可能是再偏黄一点吧 因为Selva Tubery这款 我也是选了neutral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在我的脸上 它的一个冷暖掉 就跟我的皮肤更贴合一点 然后这个就稍微的黄一点 所以如果你跟我的肤色 是差不多一个白度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再买的 稍微的白一点点 毕竟冬天要来的嘛 大家肯定会是越来越白 然后这就是粉底 那散粉呢 我想说的只有一个 就是Fenty Beauty的这个散粉 这个散粉我上一支清单视频 有推荐过 所以这个视频里面 我就简单说 这个是一个mini size 它的症状大概是这么大吧 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个人呢 是比较建议大家 去买它的mini size 原因第一个呢 是这个mini size 它分量就已经很足够了 它的分量呢 是有7.8颗 就是真的已经非常非常足够 第二个原因呢 这个mini size里面 是有一个粉扑的 但是它的症状里面 是没有这个粉扑的 而且这个粉扑 其实还挺好用的 那它有一个粉扑呢 它的一个便携性 就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散粉呢 上连以后 它遮盖毛孔效果 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是有不同色号的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散粉它其实有颜色的 上连以后呢 是会稍稍改变 你底妆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并且也会稍稍地 增加一点你底妆的厚度 但是没有那么的明显 它的控油能力 我觉得是属于一个 中等偏上的 这样一个控油能力吧 所以这个混合皮 和中性皮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散粉 那详细呢 大家可以去看 我上一支清单视频的 10分34秒 好了 没有推荐过它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块 我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铁皮了 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 第一块铁皮的腮红 几年前有铁皮过眼影 但是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铁皮过腮红 不过这块腮红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越用它 我越觉得它飞粉 不过完全不会影响妆效 一开始我刚用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完全不飞粉 但是越用它 可能会越觉得 它有一些飞粉的情况 但是它的粉非常非常的细腻 它的颜色呢 是有点偏粉的 但是上连以后呢 是完全不挑肤色的 而且它显色度其实不高 所以说你怎么画 都不会猴屁股 这块腮红 我觉得是搭配 任何妆容都好看 就是上连以后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气色感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适合 任何肤色 所以这块腮红 我真是列强配件 第二块腮红 我觉得只要看过 我最近视频 应该都会知道的是 一块是哪块腮红 就是我上一次的 八折刚买的是 这个Laura Macere的 这个Ginger 这块腮红啊 我自从买回来以后 我第一次用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 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直逼这块Nurse的Sex Appeal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块腮红啊 我铁皮它应该还会快一点 这块腮红啊 就是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不飞粉 就是你怎么用它 它都是不会飞粉的 粉质也是细腻到爆炸 非常非常的好晕染 它的颜色呢 是那种奶茶性色 上连以后呢 是非常非常有气质 又温柔的一种颜色 它的显色度呢 其实也并不是很高 所以有这个属性呢 就是新手完全就不用害怕 即便你多涂几层 它也完全都不会突兀 这个颜色 我觉得真的是春夏秋冬 什么年龄层 都可以用的一个颜色 那Nurse的这个颜色呢 更嫩一点的一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呢 就是偏气质 偏温柔 然后稍微的成熟一点 然后这个腮红啊 我买了以后 我一度就想把他们家 就这个系列的腮红 全部都买回来 不过我还好下手慢 还好忍了一下 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吧 它家出了一个腮红盘 我觉得基本上 就可以满足过这个要求了 就是它那个腮红盘 是58美金 然后8折后是46美金 里边有6块腮红 那里边的6块腮红呢 也包含了Ginger这个颜色 那个腮红盘 非常非常的划算 他们家比较火的色号 像Rose啊 Ginger啊 Fresco啊 Peach里边全部都有 但是那盘里边 没有Chay那个颜色 我早知道 那年底会出这么一盘腮红盘 我上次8周 我就不应该买Ginger 因为上次我就在 Ginger和Chay之间 这两个色号之间 纠结了很久 买了Ginger嘛 要早知道的话 我就买Chay那个颜色 感觉自己亏了一个亿 那我上一支 麦克口红试色里面的腮红呢 有很多很多人 说那个腮红很好看 就是用的这个Ginger 和叠加了 我一会儿要说的 另一块腮红 两个腮红叠擦出来 那如果我觉得 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你就想买一块的话 你就买Ginger这个色号 因为它其实还蛮小一个的 小小一个 也很方便携带 腮红盘呢 虽然说比较划算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拼盘嘛 所以说它的一个size 肯定会大一点 变形性呢 肯定没有它强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 他们家的腮红 然后想多买几个色号的话 那个腮红盘真的是超级划算 但那个腮红盘 如果里面有拆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完美了 反正那个盘 我这次肯定会买的 那第三个腮红盘呢 就是这个 VZR的家的这个 六色的腮红盘 这个腮红盘 其实我买了不久 但是我用了以后 我就超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无敌喜欢 其实看颜色啊 你会觉得超级可怕 但这六个颜色上了以后 真的是超级漂亮 那我刚才也说过了嘛 我上支视频里边 是用这个打的底 我是用里边的这个亮橘色 然后叠加在那个真准上 就打造出了一个 稍微有一点 渐层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里边这六个颜色 你看着它是那种 很亮很艳的颜色 然后上脸以后呢 它完全都不会突兀 那这三块紫色呢 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粉紫色 它上脸是非常非常显白的 第二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 你看着它可能有一点 紫紫的那种颜色 其实它是一个眉红色 这个颜色上脸 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颜色 然后第三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紫调 更重一点的一个眉红色 上脸会有一种 微醺复古的感觉 然后再来说 它三个橘色 第一个这个橘色呢 就我刚才说 它很有元气感的一个橘色 上脸以后很显等 很年轻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土橘色 这个土橘色呢 上脸以后就是不怎么挑肤色 也是那种很好看 很显白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 是有一点点挑肤色的颜色 因为它是比较 荧光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拿来叠擦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单独用的话 可能一不小心 就有一点小突兀 那这六个颜色 你拿来做眼影 也完全没有问题 橘色系紫色系都有了 但是这一盘啊 跟刚才那两个单色腮红 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显色度很好 而且它是有一些非粉的 所以说这一盘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就可能需要避开了 不过它很好晕染 就你上脸完全不用担心 会有那种色块感 但是你用的时候 一定要少量的沾取 因为它显色度很高 再加上它晕染力太好了 所以说你如果沾了太多的话 你会晕染 超级一大块在脸上 这个呢我刚才说 不适合新手 但如果你是一个 腮红爱好者的话 这块你一定要有 然后接下来修容 修容液就是这个 KA的这一块 这个medium和light 然后这个套組 也是我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 里边是有medium light和deep 然后两个高光 和一个界变腮红 KA的这块真的是那种 不偏红不偏黄 非常非常正的 会掉阴影色 这块也是我用过的 在我脸上 最适合我 然后也最自然的一块修容了 那个修容我没有拿下来 那个修容当时我开箱 在first impression的时候 我说那块修容很自然 但是我后来在用的时候 我觉得那块修容 其实对我来讲 还是有一点点偏黄了 我觉得那块修容 其实更适合一个 更黄一点的皮肤 因为那个视频里边的粉底 我用的是anastasia的这个粉底 然后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它色号相对我的皮肤来讲 是有一点点偏黄 所以当时在用的时候 我用那个修容 搭配了这个粉底来用 我当时没有觉得很突兀 但是之后我在 就是拍完视频以后 我在接着自己用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修容 可能还是稍微的黄了一点点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中性皮 或者甚至你是一个冷皮的话 你想买那块修容 我建议还是靠贵的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黄皮的话 我觉得那块修容 你真的可以试一下 那个粉质真的是没得调 上脸以后也是很好 暈染的显色度也适中 而且fur给的也很足 好 这是修容 那我们接下来说高光 高光我想说的也挺多的 高光如果你这次想买 一块非常抢眼的 然后超级无敌闪亮的高光 那我比较建议的是这两块 一个是Benefit家的这个Cookie 那第二块呢 就是Milk Makeup家的这个Lit 这两块高光呢 都是非常非常闪 然后非常非常明显的高光 Cookie这块高光呢 我也推荐过非常非常多次 那它在前不久呢 也出了他们家的单色 这个高光真的是 巨闪 用这个上脸啊 绝对会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你 那Milk Makeup这块呢 是我上一次打折的时候买的 有看过我上次开箱 应该知道我这块碎掉了 那这块呢 真的是当时超级超级的活 然后真是哪儿哪儿都断货 店里也断货 网上也断货 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让它给我换一块 我只能当时呢 把这一块 把那块碎掉的给退了 但是它打折期间 真的是一直断货 直到它打完折之后不货了 我没有办法 就用证价买了一块 那这个呢 也是超级超级的亮 但它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 它没有Cookie这块那么的白 它的底色呢 是有一点肤色的那样的底色 所以上脸以后呢 不会有Cookie这块 那么那么的抢眼 但是依旧是非常闪 非常明显的一块高光 然后这两块高光呢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绵密 细腻 懦软 丝滑的那种手感 本质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 Cookie这块 它上脸以后 会稍微有一点点 显皮肤的纹理 不过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之前有介绍过Cookie这块 就是详细的介绍 Cookie这块 它到底怎么怎么好 是在我的2019年的 斯福兰巴折清单的 20分钟36秒里面 有详细的去说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那Milk Makeup这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它的压粉的问题 它非常非常容易的碎 那我当时 我买的碎 然后我看很多人 在就是买的 就网上买的那种 邮寄过来的 也都碎了 就连我当时 跟客服打电话 说这块碎掉的时候 它们都有一种 司工见惯的样子 那大家如果想买这块的话 有条件的 最好还是去店里买 那如果你想买一块 日常来用 然后比较低调眼的高光呢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两个 一个是Shala Tuberi的 这个高光 液态高光 然后一个是 Laura Messier家的这个高光 那先说Shala Tuberi的 这个液态高光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管子 然后你打开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海绵头 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旋转的开口了 你把它转开 然后就可以挤它的产品出来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液态的高光 上脸以后呢 是完全会和你皮肤融合 因为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液态 然后稍微有点慕斯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上脸 完全不会有粉感 在这个地方 推开以后 就超级超级自然的 一个光泽感 然后上脸以后呢 真的就像你皮肤 本身的一个光泽感一样 不突兀不明显 让人感觉你的皮肤 就是好好看 好有光泽感的样子 而且它完全不会凸显 你皮肤的一个纹理 但是这个高光 我看网上有人说 用它的时候 会破坏你原本的这个底妆 但我用的时候呢 完全是没有这样一个困扰 你看我今天画了 多大一个面积 就中间这一块 我基本上全部都涂了这个 底妆完好无损 就完全没有被破坏 底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用的时候呢 你不要这样去推它 你就是这样点涂 或者是你把它就是 涂在手指上 然后用这样点压 一点点按压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就基本上 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你挤的时候 产品不要挤太多 因为你挤太多的话 上脸一个是 你可能会 有可能会越推越大 再一个就是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液体嘛 你用的量比较大的话 它可能会对你的底妆 造成一对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太确定 这个东西的用法的话 我建议还是靠会试一下 说完这个 说了Laura Masir这款 这个高光 其实我好几年以前就买了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正装 是一个travel size 就它的这个travel size 份量就已经很足了 Laura Masir这个品牌 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朴实 良心 又富尔大馅族的感觉 那它这个高光 已经是一个老网红 就已经很有名了 那我之所以又把它拿出来 是因为 我买它们家的Jager腮红 我真的太喜欢它们家腮红了 所以我又把 早被我遗忘在脚尾里的 它拿出来用了用 又重新爱上了 它这个粉质 真的是无敌细腻 上脸以后的一个光泽感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完全不显毛孔 它上脸以后 是有点像绸缎那样的光泽感 然后这块高光 和刚才那个 Shallow Tube的这两块高光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内敛 但是又很高级的高光 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烘焙高光 所以它是会有一点飞粉 你看旁边这些粉 是会有一些飞粉的 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妆效 所以这块也是 如果你还没有 用过它们家这块高光的话 千万要去试一下 好了接下来是眉笔 眉笔呢还是这个 Balip这个极细眉笔 这个极细眉笔就是 很好上色很持久 而且不会结块 我已经回购了好几支了 我上次回购的这个4号呢 是4号 其实黑发色的话 4号和4.5号都可以 只不过4号可能会更暖一点 然后显得更温柔一点吧 然后4.5是一个中性色调 好了接下来 我们来说眼影的部分 眼影我这次不想推荐了 一个原因是 我想推荐的 我之前都说过 而且说过很多遍了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看的话 可以去看 我之前的有推荐过的 一些清单的视频 就是真的不想 一个眼影盘同样的话 重复说个四五遍 另一个原因是我最近真的 就是像些新品眼影啊什么的 我没有用到让我很想推荐 而且在斯福兰里面 还有外的眼影 那我刚才也说了嘛 我会把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提到的一些视频 都会做好一个列表 放在旁边 大家可以去点着看 不过我今天用的这个眼影 我很喜欢 是Shellatory的这个Exaggerize 这个其实我很早以前就买 我买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之前我没有太注意这盘眼影吧 只不过今天我拿拍视频啊 我就拿出来 就是用这个画了一下眼妆 突然就爱上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 看着它有一点灰灰的 但是上眼睛以后完全不显脏 它里边这个闪片色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盘眼影盘 它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里边没有一个 很好的雾面打底色 这个我就不多说 只不过就是今天拍视频 我就突然又觉得 这盘眼影好好看 所以多说两句 那眼影这个部分啊 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推荐 但是我想把 近期初的一些眼影新品 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呢是Anastasia的 这个跟Cowley Bible 合作的这个眼影 这个眼影盘它里面长这样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 单独的第一印象的视频 它的这个配色 非常非常的日常使用 即便是里边有这样几个 灰紫色的颜色 上眼镜以后 也不会非常非常突兀 它雾面色其实做的还不错 会有一点点飞粉 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 但是有一些闪片色 它是会有些掉粉的 显色度也挺不错 但是这盘的显色度 我觉得其实做的 没有之前的眼影盘 那么的显色 这盘内容我其实还是挺喜欢 但是这个包装 对不起 我真的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 对这个包装都挺无语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我觉得这个包装 真的挺让人接受无能的 我觉得这盘眼影盘 很多人不买它 都是毁在这个包装上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 这个Two Faced的 这两盘其实我没有出过 单独的一个视频 所以说这个视频里面 我多说两句 那Extra Spicy呢 我就给它起名叫情侣盘好了 你看它有两个小的姜比仁嘛 就是姜比仁今年有了女朋友 那我这个视频呢 是想把这两盘 就是这个情侣盘 和它去年这个 管它叫单身盘好不好 就把这两盘做一个对比 那这两盘的一个配色上讲呢 单身盘里边的这个橘色系啊 其实在这个情侣盘里边 都有替代色 单身盘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些 眉紫色和橄榄绿的 情侣盘里边呢 是有一个非常好看 就在脚上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蓝绿色 但是其实除了这个蓝绿色以外 其他的颜色 都是那种橘色和大地色 配色呢 是要比单身盘要更单一一点 但是这个盘的配色呢 是更日常更实用 然后是更安全一些 那单身盘里边 这个配色呢 是更多变一些 但是我觉得情侣盘里边 这个就有几个闪片色 像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包括它这个蓝绿色 都是觉得超级好看 就是那种很清透的闪 那粉质上呢 其实这两盘的粉质 都挺不错的 很细腻也很好预染 但是我个人觉得 情侣盘里边的粉质 是要更好一些的 它里边的这些 就是粉质 是更硬一点的 所以它的非粉程度 其实要比它的单身盘 要好一些 单身盘呢 其实要来的更显色一点 我刚才说的几个闪片色啊 特别是这两个颜色 我在摸的时候会觉得 它有一些硬硬的 然后就感觉好像是 肯定会掉渣非粉的那种粉质 但是用的时候 它有点惊艳到我 就是它不怎么会掉粉 即便我用干刷子 沾着它们用啊 也不怎么会掉粉 就是很神奇 只不过可能用干刷子 沾着两个颜色 显色度会差一些 所以我觉得在粉质上 这个情侣盘的粉质 会略胜一筹 持久度呢 这两盘其实差不多 如果你已经有了 单身盘的话 情侣盘如果你想要的话 其实可以再看看 实物的就是 看实物再决定 你到底要不要买 但是如果你之前 一直没有买 这个单身盘的话 黄皮妹子 或者是你平常 只化日常妆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情侣盘 可能会更适合你 就是如果你喜欢 多便一点的 然后可能平常 会化一点点浓妆的话 我觉得单身盘 可能会更适合你一点 接下来说 它的这个八色小盘 这盘大小就是手长大 就是很方便 很小巧便携 然后它这个配色呢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就是这种 暖红棕色调 很适合秋冬 也很日常的一个配色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 一个眼头提亮 卧毯色 然后这个颜色啊 你在化浓妆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颜色 来做高光 你看它巨量无比 然后你把它晕开 你看它其实真的 可以做一个高光来讲 这盘我觉得 它是一个性价比 很高的眼影盘 但是它这个配色 我觉得是仅仅是那种 很日常 很安全的那种颜色 多便性很一般 而且这个盘 基本上在它的这个 就是大的这个情侣盘里面 都有相似色 试色的时候会觉得 这里面的这些颜色 可能跟情侣盘的颜色 没有那么那么的像 只是比较相似 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真正你上眼的时候 它那些差别 就可以忽略不尽了 本质上呢 这盘小盘的粉会更软糯一点 更显色一点 但是也更非粉一点 整体来讲的话 这两盘的粉质 其实都不错 持久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大盘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这个 开放地家的这个 也是新出了不久的 一盘大盘 这盘大盘 我一开始刚收到 是我超喜欢 特别是它里面的 这几个闪闪的颜色 就是刚刚在灯光下 打开的时候 那波光灵灵的感觉 就是超漂亮 就超级美 它一共是有18个颜色 主要是分两片 这边就是一个偏橘色系的 一个酒色眼影 然后这边盖上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 紫红色系的 一个酒色眼影 其实这盘眼里盘 它多变性很强 就这边这九个颜色 是很日常 然后很大地色系 上眼睛以后 也是比较显眼睛深邃的 就很好看的这九个颜色 但是这九个颜色 很普通 就是在别的盘里面 其实都是能找到的 它比较亮的一个颜色 就是中间的这个橘色 这个橘色是有一点像 土豆泥质地的一个橘色 盘里面可能是比较亮眼的 你真正上手 你不觉得这个颜色 好像你在哪个盘里面 都能见到吗 这边这九个颜色 就是属于那种很薄显 然后但是没有特别大心意的 那它最亮眼的 这两个颜色呢 都是在它这边的 这个粉紫色的 这九个颜色里面 这个颜色啊 它上眼睛以后 其实是那种很暗的那种 在眼睛上会显得 整个眼妆非常的不干净 因为它这个闪片色 其实冷掉很重 不是那种很清透 也不是闪片颗粒很小那种闪 所以上眼睛以后啊 其实很容易就让整个眼妆 看上去很脏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闪片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好看 我觉得这个整盘里面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你不管打在眼头 还是打在你的眼睛的中央 都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上眼以后 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的颜色 试色我觉得不大好看的 那它这边这九个颜色呢 都是冷掉偏重的颜色 所以说上眼睛以后 很容易就会把这个眼妆化的很脏 但是它的粉质真的是没得调 它的粉质很好很好 特别是雾面色的粉质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粉你摸上去 可能有一些干干的 色色的硬硬的感觉 但是它完全不肥粉 真的是完全不肥粉 然后显色度也很好 这个颜色其实稍微有一点点 就上眼睛以后 写染的能力呢 稍微的差一点点 然后再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看上去是那种 比较深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九弧色 但是其实它的一个显色度 也没有很高 真正上眼睛啊 它显色度其实还挺低的 所以说这个颜色 是我觉得比较 稍微比较鸡肋一点的一个颜色 那就是这个颜色 可能粉质没有那么那么的好 那这盘呢 如果你看中了它的配色的话 你觉得这盘配色 就是很适合你的话 那就去买 所以这个是Kai Bondi的这盘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口红 口红呢 其实我也不想说太多 因为我之前有推荐过很多口红嘛 也都是我一直都会很喜欢用的 然后我上这视频呢 也是Mac的那个 Powder Kiss系列的一个口红色 在美国的斯福兰是没有卖的 但是在加拿大的斯福兰 Mac是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如果对那个系列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上这视频 第一个呢 是我今天嘴巴上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我之前有说过很多次 是这个Selva Tuber的 这个液态唇釉 色号是Showgirl 这个颜色真的是 一到天气变冷的时候 我就会想拿出来用 就这个颜色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看的 一个姨妈色 但是它上嘴以后 我觉得是那种 不会有很强气场的 但有一点点气质温柔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上嘴啊 我觉得它很显白 而且也不会很显唇纹 19度液态唇釉的 持有度一般都很好 这支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第二支呢 就是TUFIT的这个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复刻的 一支 这个Ginger Brightman的 这支液态唇釉釉 这支唇釉釉也是 我每次涂 都有人问我涂了 什么口红的一支唇釉釉釉 这个颜色上嘴 也是那种很适合秋冬的 然后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它上嘴我觉得 比这个Selva Tuber这款呢 是可能稍微的 在感觉的干一点 但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拔干 写唇纹的情况呢 我觉得比Selva Tuber这款 可能要稍微的重一点点 但是也还好 我觉得也完全可以接受 第三支呢 是这个Selva Tuber 他们家出了不久的 这色号是610 这个颜色 我真的是从买了 我就超级超级喜欢 然后它是那种玻璃唇嘛 你涂在嘴巴上 大概等个半分钟差不多 然后它就会 呈现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玻璃唇的感觉 就你的嘴巴一下就嘟嘟 而且它是那种水光的感觉嘛 是有一定遮盖唇纹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它的颜色呢 是有一点偏豆沙红的 那样的颜色 然后它的遮盖度呢 其实没有很强 所以说是受你本身 唇色的一个影响 是比较大的 那我是比较喜欢 后涂大概涂三层 它会呈现一个 稍微红眼的感觉 会让你整个人 看上去很有气色 但是又红的 没有那么的突兀 那么雪盆大口的感觉 这个颜色啊 我觉得薄擦的话 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你后擦个两三层吧 就仿佛像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一样 然后再接下来 是YSL的这个圆管80号 这个80号 我也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一个番茄橘色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润 它家的这个80号 是有改配方的 所以说就不像以前 圆管那种假润感了 超级超级显白 然后上去以后 也是有一点遮盖唇纹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就是这个 YSL的这个416 哎 好多YSL家的口红啊 这个颜色我也是 哎 推荐过好多次了 是一个番茄红色 它比这个YSL的圆管80号 是要更红一点 但这个呢 也是一个玻璃唇的感觉 它比610这个颜色呢 是要更红一点 就610不管再怎么 后擦叠擦 它其实都没有 416这个颜色红 但是它们两个上嘴以后 都是那种很有气色 很显白 然后让你整个人 看上去就是 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那416这个颜色呢 它其实饱和度 稍微高一点 所以说它遮盖 唇部的一个颜色 会稍微的好一点 然后再接下来是 Bobbi Brown的这个 这个口红是一个 类似牛血色的 这样一个口红 这个口红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润 它上嘴以后的 那个使用感 其实还真挺不错的 然后也完全不显唇纹 闻上去有点中草药味 就是可能没有 那么那么的好闻 但是味道不是很大了 我只是把鼻子凑上去 会是这么个味道 这个颜色 我觉得上嘴以后 可能会有一点点小气场 然后也超显白的一个颜色 有一点点像后发色 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凶 再接下来是 这个NARS的这个Mona 这个颜色 我也推荐了好多次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颜色 其实这个颜色 跟这个Shower Turb 这个Shower Girl挺像的 只不过这个颜色 更红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 再一个就是它的质地 非常非常的顺滑 就非常容易就能涂得上 而且它的饱和度也很高 可以完全遮盖你的唇色 就是完全不受你唇色的影响 然后这一支口红 我也超习惯 然后最后的是 YSL又是YSL家的 这个小银管 小银管我一共是有三支 一个是101 一个是108 一个是112 其实这三支啊 我最喜欢的是 112这个色号 这个色号其实是那种 非常日常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露纱粉色 这个颜色 我就是如果平常 我不化妆啊 或者是我化一个淡妆图 就是可以让你感觉 整个人都减零 整个人就是提升 一点点小气色的 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银管啊 它的质地是那种 半丝绒雾面的那种感觉 是有一点点润的那种 然后也基本不怎么显纯纹 持久度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系列 其实我还挺喜欢 再就是108这个颜色 108这个颜色 是一个红色 它是这样的一个 水红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其实也挺好看的 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 就是这个系列的这个感觉啊 它上嘴其实有一点 share质地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说 饱和度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系列 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系列 整个的一个质地啊 包括它这个系列里的颜色 其实都还挺好看的 只不过不同的人 可能适合不同的颜色吧 所以说这个是 他们家的这个小银管 那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一些护肤品和彩妆品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 我购物车里面的东西 第一个呢 是Biosense家的 一系列的护肤品 就是我真的挺喜欢 他们家护肤的 所以我想总体的来 尝试一下 他们家的护肤线 包括他们家的 有一个小套组 里面全部都是 中小样的这样的一个套组 那里面的产品 我大多数是都没有用过的 所以我想买那个试一下 他们家还有一个 T-Tree Biocene Oil 也是一个面油 但是加了茶树这个成分 然后可以帮你 调理你的皮肤吧 这个我也挺想试一下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们家的那个 角砂锡面油 出了一个value size 也就是200毫升 就是比之前 我买的那个size 还要更大一点 然后我之前那个 我快用完了嘛 我第一部分不也说了 就是我也在犹豫 是不是 是不是要再继续用 它这个唇角砂锡 还是换他们家 那个VC面油 我想再考虑一下 如果我觉得 我还是想继续用 唇角砂锡的话 我会买这个value size 再就是他们家这个唇膏 就是新出的一个唇膏 我还挺想试一下的 然后再就是 Huda Beauty出了 一系列的彩妆 包括它的那个酒色盘 里那个酒色盘 其实有三个色号 有一个light medium和rich 我目前啊 是light 我是肯定会买的 但是那个medium和rich 我觉得有一点 太 深了 就是有一点 鬼打墙的感觉 就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我这两个色号会不会买 然后他们家还出了一个大盘 就是那个水逆盘 然后那个水逆盘呢 我是一定会买的 然后再就是 IJK的那个 干发喷雾那个套组 我刚才也说了 我是会回购的 再接下来是 Wonder Beauty家的一个 睫毛膏 那个睫毛膏 我看是Allure 有Allure获奖的 然后我看小红书上 有很多人说 这个其实维持卷翘度还不错 所以我也想再尝试一下 再就是这个Tom Ford 这个睫毛膏 上一次斯福兰开箱的时候 有不少人给我推荐 Tom Ford这个睫毛膏 所以就说这个睫毛膏 也是可以维持卷翘度的 所以说我也想试一下 然后再就是 我刚才说的 Laura Messier的那个 彩虹盘 这个彩虹盘 我是一定一定一定会买的 那就是Urban Decay 那个Naked Honey那一盘 那一盘其实 我有见过食物 就是我在店里面有摸过 我原本觉得那一盘 其实可能挺普通的 整个的配色 可能偏大地一点 然后中间有那么几个 黄绿色 我觉得我看试色 我觉得可能也没有 特别特别的好看 但是我在店里面摸 我觉得那个粉质 我也很喜欢 那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就那个粉质非常非常的糯 上手呢 非常非常的显色 然后那几个黄绿色呢 也是很亮很亮那种颜色 我很喜欢那个颜色 所以说 配盘我也是会买的 再就是Dermalogica家的 这个多维面膜 我第一次种草 是看欧阳娜娜推荐的 就是他说这个面膜 就是晚上涂了以后啊 然后第二天 就是很急救的一个面膜 然后在之后 我就看好多美妆博主 也都有推荐过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 我这次也想试一下 对这就是我的控制 好了 这次清单 我觉得应该会特别长吧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 拜拜